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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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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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去做是嗎 好 阿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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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見中頭了 來吃飯休息了喔 媽媽媽 你怎麼睡覺 你怎麼睡覺 什麼事啊 現在幾點了 現在已經會保三點二十分了 小妹 小妹 三點二十分 快快快快快快快 快快快快 快快快 快快你聽 魚館好時光 哈囉 聽眾朋友 大家好 歡迎收聽 魚館公報電台 AM73813 我們宜蘭英國九三千秋 魚館好時光的節目 何時阿嬷 沒問題 我們是在每個禮拜 會保三點二十 來聽到阿嬷的聲音 就是 我們今天要來進行 一個最狂拍賣員的直播喔 所以就趕快走去你的手機了 那在我們這裡搜尋到我們 在公報電台的臉書粉絲專頁 按讚加分享出去 這樣就有機會 來拿到今天的好禮喔 很多人來看 我們送出很多 所以現在就趕快把手機 抓起來搜尋 魚館廣播電台臉書粉絲專頁 按讚分享出去 去進行一個直播 趕快啟啟啟啟 就讓我們看到阿嬷在這裡的講話啦 那現在就趕快來進入 我們的最狂拍賣員喔 最狂拍賣員 來跟我們聊公拍賣員的丹丸喔 我們今天非常發喜喔 請到的是我們來自人家寶里 他們非常厲害的一堆阿嬷 就是我們的百大青龍 張斯光和這個果醬達人 我們來跟郭恩綺 我們來跟他歡迎一下 大家好 大家好 這就是我們的張斯光 我們的郭恩綺 今天是怎麼邀請他們來的 他們的商品非常厲害 在國外都得到很多金牌跟銀牌 還有銅牌的肯定 等於是全包了 那在進入我們的節目之前 我們先來跟我們的觀眾朋友說一下 我們的臉書直播規則 在這裡就是來看到我們的直播 我們今天直播如果是滿三十五人 我們一看 真技術 滿三十五人我們送出第一份產品 滿五十五人我們也抽出第二份 如果今天越多人來看 我們隨時來加碼更好 沒問題 沒問題 我們隨時來加碼 要說到他們的產品其實是很厲害 我們先給大家品香一下 就是 他們的產品今天真的很香 就是在這裡 讓大家看這個 這就是他們的產品叫做玫瑰花果醬 這個玫瑰花果醬 這真的是很香 在這裡現場 讓我們的觀眾朋友和聽眾朋友 品不到這個味道 不過現場 他們有把他們所種的玫瑰花 拿到現場 所以在現場 可以品到他們玫瑰花的香氣 實在有夠香 這就是他們做的產品 到底他們是怎麼來種玫瑰花 聽說有很多故事 可以來到台灣 我們現在要先說 是 我先說沒關係 我想要了解 你們是怎麼 這麼多農業 你們當初想要做餐飲 他想要開餐廳就對了 是 是怎麼會 污辱歧途 算起來是這樣 今天是污辱歧途 他們都說 污農是污辱 污辱農業 污辱農業 是怎麼說 他們會來污辱農業 一做就做二十年 二十一年 所以我們也是很久 可以先跟我們分享一下 當初是怎麼會來 進入農業這個領域 其實當初是很簡單 因為我們本來是想開餐廳 因為我跟我先生的本業 我們本來就是廚師 對 我們本來就是廚師 當初為什麼要開餐廳 一定要有一個吸引人的主題 然後我們兩個比較會做的料理 可能是比較偏香料理 比較多 然後在南投埔里的時候 那我們就想說 埔里其實在二十幾年前 它就是一個花都 拿花來作為一個餐廳的主題 來講的話 會非常的非常的吸引人 可是問題是二十幾年前 沒有人把花拿來吃 也找不到人幫我們種 那我們兩個自己種好了 就因為這樣子而已 所以那時候就開始自己種 自己種花 那想說這麼多花 是怎麼你們會選擇玫瑰花呢 玫瑰花其實就是 它就是一個很浪漫的象徵 如果說今天有個餐廳主題 你以玫瑰花當主題 我想說非常多的女生 或者是那種情人節 男朋友逼不得已 一定會帶女朋友來消費 一定要消費 對 一定要消費 那一天可能過不下去有沒有 所以我們那時候 其實想法很簡單說 哇 用這個一定可以吸引 非常非常多的人來 其實一切就是為了做 一個很大的夢想 跟那個很遠景在這樣 就是像說 現在我們很多那個 就是網美餐廳一樣 對 玫瑰布置嘛 然後整個餐廳 然後就是來這裡 哇 又看得到玫瑰花 然後又吃著玫瑰花的餐點 對 所以當初就只是當初想說 用這樣玫瑰花 然後就是來開心很浪漫的餐廳 對 當初原本的設想就是因為這樣 可是沒有想到說 其實就剛剛講說 誤入農業嘛 沒有想到說農業 其實沒有想像中那麼簡單 對 那到底多麼簡單 第一個就是我們選到的作物別 真的是很難去克服它的這個 就是栽種 對 就是這一把花這樣 這一把花是現場 就是它讓現場很香很香 對 你看起來很美麗對不對 可是其實你如果仔細看的話 它就有非常多 可能蟲咬的痕跡 或者是病態的痕跡 那加上說我們不用藥的情況之下 它就是 你所有想像到的病蟲害 它全部都有 然後你要怎麼樣去 在這個環境裡面把它做出一個 就是可以銷售其實很困難的一件事情 對 那我想說我們種的這個 算是觀賞用還是實用的 實用 實用 它觀賞也是有人拿去觀賞嗎 還是 其實你就就字面上來解釋 觀賞用 就是用眼睛看它就好了 你懂嗎 觀賞用 實用就是拿來吃 所以這是很明顯 就可以分辨出來說 觀賞用跟實用 它其實最大差別就是 你的照護方式不一樣 就是你可能來吃一吃 做到它上面的藥劑不一樣 觀賞用的話 它就沒有在分辨說 它的可能就是殘留期 或者是什麼的 或者它吃的農藥 化學肥料什麼之類的 就沒有在食品的管控裡面 反正它不能吃嘛 對 它就是你眼睛看它就好了 就是觀賞 你也讓它泡澡都不行 泡澡也不行 就是眼睛看它就好了 為什麼叫觀賞用 就是不可以拿來做使用這樣 然後使用玫瑰花 那過敏實際是拿來吃的玫瑰花 可是在21年前 是沒有實用玫瑰花 就是連實用花會都沒有的 所以我們算是就是 所以你算是那個 開創者 先驅喔 先驅好像弄死在前面 真的嗎 那不要好了 你們先瘋 先瘋好一點 對 不過你們真的是走在前面 那你們今天的產品 可以獲得這麼多的獎項 也是不簡單 那我想知道說 我們應該很多人就想說 玫瑰花既然可以吃 那是不是隨便路邊的 那種看到漂亮的玫瑰花 都可以拿來吃 如果說是自己家裡面種的 你知道它的照護方式的話 是安全的 當然你可以拿來吃吃看 可是為什麼說要去挑選它 是因為你雖然看起來漂亮 可是它不見得好吃 這是重點 因為我們做使用嘛 所以我們需要挑它的口感 跟它的味道 對 漂亮不是重點 要好吃才是重點 所以你可以先把我們家 如果說你種起來的話 你覺得它是安全 你可以先拿來吃吃看它好不好吃 如果它生鮮的時候吃就已經不好吃了 那你就不要再想把它做成什麼東西了 你頂多拿來泡泡澡就好了 就是你是沒有用農藥的 你就可以拿去泡澡 對 如果吃起來不好吃 那就不要再把它想做成什麼東西了 對 因為那實在是 做起來你可能真的會流眼淚 那講到吃啊 所以你們在這過程中 在選這個玫瑰花品種的過程中 你們應該吃過很多玫瑰花吧 大概三百四百種有 三百四百種 初期的啊 對 初期的時候 我們在選種的時候 選種的時候 那你們吃過什麼最難吃的 其實難吃的非常多 我到時候應該列個標出來 因為其實紅色系 不是我最喜歡的色系 因為它好像最普遍 大家認為玫瑰就是紅色 可是在紅色裡面 雖然說它在那個 可能送花送紅色 是那種愛情浪漫的象徵 樂趣奴戶 對 可是我個人是比較偏好 可能比較淺色系的 比如說紫色系 粉色系的話 我覺得會比較浪漫 浪漫一點點有沒有 可是是那年我們試的時候 真的一邊吃一邊掉眼淚 因為真的太難吃了 難吃的口感可以跟 那個我們的觀眾朋友 來分享一下 那難吃到底是什麼樣的口感 就是你一嚼下去之後 你就是吞 吞不下去 苦色味太重 有的苦味太重 或者社會太重的話 那個都不好吃 所以說一般 一般人也不喜歡吃黃蓮 它比苦瓜還要可怕 比黃蓮還要可怕的苦 對 有的味道會到那個程度 對 所以就是 那個味道是跟 讓你連吃都吃不下去 就苦到不行 對 那怎麼拿來吃 對啊 客人可能看 哇 他們一直下去都流眼淚 那我們不能買當作商品 就是連你們拿去做一些 就是以你們的專業 拿去做一些果醬 或是做料理啊 完全也懂不喜歡 你要想 果醬等於是濃縮 所以它是濃縮它的苦味 對 你不要想說 你靠什麼高超技術板 可以把它去除掉 沒有沒有 就直接把它更濃縮了 濃縮成一個超苦的 對 可能這種愚人節奏 可以來開發 不要 這樣收到你的人 他可能會覺得說 這個人 平常可以列那個黑名單 有沒有 真的收到 好漂亮的顏色 然後吃下去就是雷 吃下去全是雷這樣 對 所以你們到最後吃到 是目前我們手上拿的玫瑰 是最好吃的一個品種 我覺得應該是它 第一個它的香氣 因為玫瑰花其實 你如果說你平常有接觸的話 其實有香味的非常多 可是適合拿來吃的香味 其實要挑選過 有的太香的話 你會覺得它有點像香水 可是那個就是會 太濃厭 對 會很噁心的感覺 我曾經聞過那個玫瑰花很像化學 它那個味道很可怕 就這樣你在密閉空間 聞到會頭暈那種 那種也不適合拿來做食用 那可能拿來做萃取做香精 比較適合 所以我們當初選的話 其實這一朵比較好玩 是它偏果香 偏果香 對 你如果把它悶熱的話 它是偏荔枝味 所以它有荔枝味 對 它在荔枝的味道 所以我覺得它在應用上的話 對我來講是比較好應用的 可是當初選它 其實掙扎很久 因為它是裡面 就是最難照顧的一個品種 最難照顧 怎麼說 對 就是比如說 通常花都是刺很多 可是我們家的話 可以仔細觀察它 其實刺很少 可是代表說 它就是比較體弱多病 它的病蟲害會比較多一點 那這些病蟲害你們怎麼去克服它 剛開始就抓 就是看一隻抓一隻 看一隻抓一隻 看一隻抓一隻 晚上的蟲就是 半夜帶頭去抓 對 好辛苦 那年就是跟它拚 看誰動作快的 因為早期的時候 我們也不會中 所以說我們基本上 都是土法煉綱 而且你們是 因為是走在前面 沒有人可以問 沒有前輩可以問說 沒有人可以問 沒有人可以問 但是人家覺得我們應該是瘋了 幹嘛種花來吃 對 21年前 不過你們走過這21個年頭之後 你們終於也是得到今天的成就 也是真的不簡單 那我們這個花 真的是很香 真的很香 就是連戴著口罩 它會聞 還是會聞到花的香氣 那就是說 他們的產品 透過這些美國花 拌下去做的產品 也真的很厲害 就是我們前面來看到這個 玫瑰花拌醬 可以來跟我們講一下 這個玫瑰花拌醬 它到底是厲害在哪裡 它其實厲害在哪裡 其實它就是純粹把它的香味 完全好好的封存在裡面 所以你現在聞到這西鮮花 這麼香對不對 它待會兒它就這個味道 就是這個味道 對對對 然後你看它小小的一罐 它用了十朵這樣的玫瑰花 這樣小小一罐要十朵 十朵 對 因為我們兩個就是對吃的東西 就是可能堅持度高一點點 所以包括說這樣外葉有瑕疵的 被蟲咬的 全部都是剔除掉的 所以基本上加一小小 一瓶就要十朵花 所以它這純粹裡面 可能打開都是滿滿的花瓣 然後加上說我們做的話 它比較偏就是英式的做法 所以它沒有加果膠 沒有加果膠 所以變成說它就是比較好應用 你要拿來可能調製飲品 或者說拿來料理都非常好用 等於是說我平常要調製 或者說是類似氣泡而已 對 直接加就好了 直接加進去就可以了 對 直接加就可以了 或是早上吃麵包 要加在麵包裡面也可以 麵包會建議用沾的 沾的 因為它沒有果膠 它就是比較柔質狀 你如果用抹的話 容易抹太多 所以我會建議說 你可能就是用沾著吃 沾著吃 或是搭優格 對 搭無糖優格 搭優格 非常棒 它不務正義 它都拿來加啤酒 玫瑰啤酒 它來調酒其實非常的棒 對 對 我也滿18的不要嘗試 真的 然後那個開車不喝酒 對 要注意安全 對 所以這個真的也可以調成那樣 它可以拿來調酒 對 可以拿來調酒 其實它的應用的方式 都非常的廣 果然是廚師不一樣 都會去想說 要去應用怎樣的變化 如果一般人拿回去 可能就是調個氣泡也 或是沾麵包 我覺得不要去局限它 你把它想成是一個 就是有個玫瑰香氣的調味料 來去想的話 會可以做非常多的事情 包括說我們會拿來做鹹食料理 比如說拿來醃那個肉排 醃肉排 對 拿來烤其實也是很棒的 所以就是不要把它局限說 它這是用在甜食類的 當然甜食類的 比較好去發揮跟應用 可是它用在鹹食的話 也很適合 像我們就平常那個什麼橙汁排骨 你改天用的玫瑰醬 它做有玫瑰香氣的 玫瑰排骨 所以就可以用這樣的方式去想像它 就是不要去局限你的想像 什麼都可以試 吃不好頂多就是架式改進這樣 頂多就是自己吃而已 不過還有像現在 現在人比較喜歡吃那種生菜沙拉的話 這個也可以調 可以當成生菜沙拉 對 剛剛那個醬汁非常棒 真的 果然它可以變化萬千 那除了這個是基本款的玫瑰花以外 其實他們還滿厲害的 是說他們做了一系列的產品 那這一罐 這個是我個人很 其實它是算一個比較經典的風味 在國外的話比較常吃 然後這草莓附盆子玫瑰 它就是經典款的 比如說你吃上喜歡吃這個馬卡龍 或什麼的 它都有這個口味的內餡 對 所以我們當初就想說用一個台灣 因為台灣的草莓的香氣 其實很可怕 你如果吃過國外的草莓 跟台灣的草莓 你就知道說那個香氣是不能比的 因為台灣的香氣是非常非常濃厚的 所以當初就是我覺得 應該研發一個小朋友比較喜歡的 因為小朋友 對小朋友你聽到玫瑰花 沒有吃過他就會害怕 可是草莓的話 通常都是接受度高一點點 對 因為小朋友聽到草莓 對 他們會比較願意去嘗試 所以我們就是會覺得這樣子 對 有我們的觀眾在問 那個果醬會很甜嗎 然後它大概甜度大概幾度 甜度的話基本上 因為我們沒有放防腐劑 所以它要一定的甜度在 可是像我們這個控制大概55左右 55左右 這個草莓的也是大概55左右 你一般市面上的果醬 大概都大概70 70到70 對 一般市面上的果醬還沒有那麼甜 對 比較沒有那麼甜 甜度比較低 比較低一點點 對 但是因為要增加它的保鮮 對 你還是要一定的那個 對 因為你太低的話 它沒有辦法保存 只能說如果吃比較不甜 你可以把它稀釋 通常沒有人直接 沒有人會這樣湯匙挖著吃 有啦 我們家小朋友會 小朋友他會挖著吃 可是通常它都是搭配的東西 所以都還好啦 基本上都可以接受的甜度 那個甜度就是 比市面上的果醬還要不甜 對 所以算是健康取消 對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 果醬一定會甜 果醬不甜不能放 對 對 那這一款就是專門為小朋友 就是說 當初是為了讓小朋友 可以來接受玫瑰的部分 是 可是就是這一款 我要特別叫的是 我們叫張先生的 得利的那個利作 因為它畢竟就是 因為我們裡面使用的是 台灣的那個有機的草莓 單價比較高一點點 然後它當初就會比較沒有信心 所以會怕說 是不是就是單價高會不好賣 可是通常客人一吃 大家就會買 所以它就是很驕傲這樣 吃了就掉了 對 它就是 它就是 非常驕傲 你看它的臉 那可以來問一下 我們那個施廣 當初為什麼會想說 要做這一款東西出來 因為我覺得 玫瑰是 我覺得它應該是蠻搭任何的食材 所以我們當初有去挑戰 加了非常多的東西去試 但是後來覺得這個還是 今天款我覺得還是要把它保留住 但其實我們當初試了非常多的 那個品系的那個果醬 對 後來覺得這個風味 這個風味是最好 而且它的風味 跟玫瑰花瓣算蠻搭的 非常搭 而且以我們來講 在有加草莓的部分的話 其實它的效果是很好 就是接受度會更那個 會更廣就對了 然後剛剛有網友提到說 人在玫瑰園工作真的是太棒了 哈哈哈哈 歡迎來試試看 這個笑聲感覺裡面好多心酸 搶項總是美好的啦 對 沒有了 這款跟這款是一樣的 是一樣的 大小瓶而已 因為客人覺得這個吃不夠 所以要買大罐 小罐吃不夠很大罐 對 小罐吃不夠很大罐 所以這是趕快的 再來就介紹這個是有得獎的 這兩罐是去年的 對去年的 分別是金獎跟贏獎 是 那這兩罐的不一樣的地方 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因為去年是第一次參加比賽 所以就是還在嘗試的階段 其實這是我個人的私心 雖然它是 因為為什麼要那麼多柑橘 是因為它是一個 這是世界著名的柑橘國 這樣的比賽 所以它的組成分一定要就是柑橘 以柑橘為主 對 可是我的私心是我要讓國外人知道說 台灣其實有非常優秀的玫瑰花 所以說底下一層是放我們的花 這樣在裡面 對 就是去年的話 因為第一次比賽比較不熟 也比較貪心 想把台灣比較優質的柑橘 介紹給更多國外人的朋友知道 所以裡面會放比較多品種的柑橘 種類在裡面 雖然說比較私心 然後放了一些東西 花在裡面 但是一出去 就拿了第一名 就拿金牌了 對 所以國外也是認同你們的口味 國外它可能 因為可能就是像剛剛講 可能是我們本身就是 廚師專業的關係 所以我們在可能處理的方式 會跟其他一般人會比較不一樣 就是盡量把 就是你不喜歡的人 比如說柑橘皮 非常苦澀的部分 去把它全部去除掉 因為我個人不喜歡苦 就像剛剛吃 那個很苦的玫瑰花 會流人類的道理是一樣的 所以基本上它就是 苦味降到最低 然後加上玫瑰花香去 去襯托它這樣子 對 然後這一款就是的話 可能就是做法不一樣 裡面也是一樣是玫瑰花 可是它裡面放的是 新鮮的玫瑰花跟乾燥的 乾燥的 乾燥的 乾燥的玫瑰花在裡面 對 所以說它會在裡面飄啊 那這個純粹是新鮮的玫瑰花 這是純粹是花醬 花醬 可是它裡面的做法 也不太一樣 那我想問一下 像它沉澱在下面 我如果今天要吃的話 我是要把它拉拉的嗎 建議是湯匙直直下去 拿下來就可以了 有那種果醬池 果醬池是長的 直接拉到下面去掛起來 拉拉的也不好看 對 還需要有美感 東西要吃美感還是要掛起來 所以這款跟這一款的不一樣 就是在這是玫瑰花 玫瑰花的成縣就一樣 風味也是會稀有不同 這個比較酸 對 銀醬比較酸 銀醬比較酸 這個比較甜 比較甜一點點 所以喜歡偏吃 稍微酸酸一點的果醬 就可以吃這一款 應該是說要分說 如果你喜歡吃玫瑰的香氣 濃厚一點的 你就選金醬 對 如果說你喜歡柑橘味重一點的 那你就選銀醬 對 原來是這樣 就是柑橘味比較濃厚 就選銀醬 對 那玫瑰花香氣比較重 就選金醬 對 那剛剛有提到一個很厲害的東西 就是玫瑰花瓣 乾的玫瑰花瓣 是 然後聽說這個也是很厲害的東西 你們有把這個玫瑰花瓣 做怎樣的運用嗎 我看你們產品有在賣 這個比較特別 其實如果可以可能 螢幕上看不太出來 因為我們是用低溫的乾燥方式 所以保留它的色澤 是非常漂亮的 然後比較特別的是 因為剛好在高雄 就是有個師傅 吳寶孫師傅 他得獎那一款麗香玫瑰 那裡面用的玫瑰就是用這個 就是我們家的玫瑰花瓣 就是用這個 對 所以這個玫瑰花瓣 我每一般拿回去 他們可以做怎樣的運用 除了做麵包以外 你換一個角度想 他可以入麵包 代表說他可以去用高溫的方式料理 比如說他可以拿來燉湯 入烘焙 或者說你就是炒菜 像我建設這樣玩 炒米粉同一方 玫瑰炒米粉 玫瑰炒米粉 這應該在外面 我們兩個就是比較天馬行空的做法 就是你不要去局限 你的所有的可能性 因為玫瑰它一個 比較好玩的作用是 它就是對油膩的東西 它稀油效果非常好 它去油膩的效果非常好 去油膩的效果 對 可是因為一般 你就是比較中式料理的時候 有時候油難免會多一點點 尤其是那個就是炒的東西 如果油不多就不好吃 就不好吃 我們都嘲笑 它是高級油蔥酥 真的是高級油蔥酥 而且是下去不是油蔥酥的味道 主要是它在配色方面 就是說就是說 一般薯米粉的顏色這樣子 可是你把它撒上去之後 它就非常繽紛非常漂亮 所以我們兩個就是 料理的方式會跟它不太一樣 就只要吃米粉的時候 你會一直聞到玫瑰的香味 玫瑰的香氣 對 這感覺好夢幻 而且有一種很衝突的 衝突的 對 就是有個衝突的美感 你這個東西放到裡面 到底合不合 明明一個中式料理 就撒個玫瑰花瓣上去 所以我覺得不要去吃 是侷限你對料理想像的可能性 真的 所以這個玫瑰花瓣真的是說 有一些人可能說 我買回去 玫瑰花瓣就只能泡花茶 然後只能做一些烘焙的麵包 所以其實不要想這麼多 拿下去做料理都可以 煮雞湯也可以放 對 煮雞湯也可以放 玫瑰花瓣雞湯 食物雞啊 玫瑰食物雞啊 所以市面上有一款叫什麼 玫瑰食物雞 食物雞就是可以把它加進去 原來是這樣 是 所以這個東西運用很廣 很廣 看大家怎麼用 想要拿回去做實驗都可以 盡量盡量 而且搞不好你可以開創 他們沒有開創 對 歡迎Call in我 對 做甜點不錯 所以比還適合做甜點 也可以適合拿來炒菜都可以 是是是 那除了這一款以外 我們其實他們今天有帶來一個 很特別很特別 對 就是今年剛得獎 對 今年得獎 今年得獎 而且很厲害 現在還沒開始賣 還沒還沒還沒 現在還在預購中 是是是 準備開放預購嗎 已經開放預購了 已經開放預購了 對 那就是說 這一款是去年得獎 然後今年又得獎 對 那今年得獎這個是什麼 來跟大家講一下 跟去年有不一樣嗎 比較不一樣是他的獎項比較特別 比如說像這一關好了 我幫他講 好 這一關他是雙金獎 雙金獎的意思 不是說拿了兩個金牌的意思 不是 他之所以在就是滿分 二十分的金牌裡面 然後要由評審全部一致通過說 他足夠得到那個獎項的那個 就是冠軍中的冠軍 所以他最難得到是因為 他是要全部的評審 一次通過他說 認定說他是這個 這個 這個 因為他有很多的那個項目 那個項目裡面的優秀 有帶優秀的那一個 所以他才叫雙金獎 雙金獎 雙金獎 所以這個是雙金獎 這是雙金獎 然後另外這個是銀獎 銀獎 銀獎比較特別是我拿了台灣的五花果 五花果 這次又加了五花果 對 要挑戰國外的五花果 所以真的是挑戰國外評審的味蕾 對 然後也是一次就拿到銀獎 對 所以是 目前這一款在預購中 目前在預購中 對 因為他們都是手工子 對我們手工製作 對 而且是他們夫妻倆自己做 對 所以是很限量的 那如果說 我剛剛看到了 網友想要知道玫瑰炒米粉怎麼做 有機會我們再看看 可以可以可以 因為今天現場沒有貼心 現場沒有東西 對 礙於現場範圍可以示範的 那如果說我們的觀眾朋友想要 想要訂購這一組 就是我們今年得獎的 在什麼時間點之前預購都可以 現在都還在預購 可是因為我們出貨速度很慢 就是我們就是預購之後 我們就是排時間出貨 對 所以要訂我們家的商品 真的要有非常大的耐心 然後 可是在耐心過後 就是可以接到我 我親自 我親自打個電話通知出貨 這樣子 我是詐騙集團嗎 我不是詐騙集團的 恩基本人會打電話給你 對 你好 商品好囉 準備要寄出去給你 是 而且他們這個包裝真的很漂亮 就是到時候他們如果訂購這樣 一組的話 對 一組就有這個禮盒 就是這個禮盒 對 這個禮盒 這個真的是很高級的一個禮盒 對 所以送禮真的是 送禮很漂亮 從沒想過果醬可以包裝這麼精美 對 對 不愧是在國外 得過這麼多大獎 這麼多大獎肯定的 就是這樣一組禮盒 所以想要的 想要趕快上網 要上網要去哪裡啊 直接搜尋沒開四度 就給找到我們 沒開四度 對 如果不知道去哪裡的 沒關係 有在看臉書的 我們現在小編 字頂留言上面 就有沒開四度的官方網站 你把它點下去 就可以開始進行預購囉 那因為時間的關係 真的是介紹果醬就介紹不完 是 那因為時間的關係 因為現在已經來到3點49分了 那我們現場人數也到57人了 所以我們今天確定已經會送出兩份 看大家等一下會不會再把人數衝高一點 衝高一點我們再加碼好了 我們先送兩份 那我們這個通關密語有一個 就其實他剛剛有講的 那我們通關密語請施廣 跟我們講一下 通關密語就是 梅開四度 梅開四度 對 就是他們的品牌名稱 梅開四度 那就是如果說想要參加網路上抽獎的話 網路上抽獎的話 就是你可以在我們直播這邊 在我們現場直播按讚 然後臉書 臉書我們一個廣播電台臉書按讚 然後加如果想要追蹤 我們梅開四度 他們的臉書 也可以到他們的臉書 那邊按讚加追蹤 可以得到最新消息 然後take三個好朋友 叫他指定留言 然後公開分享出去 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 那等一下那個是 目前是說我們電話 電話 待會的call in專線 就是要打這一支嗎 好 那沒關係 我們就是現在 因為可能我們剛剛第一 我們現場的call in專線 可能有一些問題 那我們待會 待會我們開放的call in專線 就會改另外一支 那我們先來接聽眾的call in好了 好 那待會有時間 再把其他的介紹 那我們現場call in 待會聽眾打電話進來 一樣就是講我們的通關密語 梅開四度 梅開四度 然後加上我們的漁越廣播電台 的收聽頻率 任何一個收聽頻率就可以 那現場開放的call in專線 就是我們的078157624 078157624 今天call in專線 可能不是聽眾熟悉的call in專線 那待會接聽完之後 確認你獲得這個獎項之後 你再打我們的0800008166 這支免付費專線 再去跟我們電台的同仁 留下你們的個人資料 那現場的第一位聽眾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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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開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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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738 738 我們要怎麼請 我姓 沈 沈先生 我們剛在哪裡 沈先生 高雄 高雄 沈先生 恭喜你獲得我們 今天都沒說要送神 謝謝 謝謝 今天要送的就是這個 就是我們的果醬 沒關係 我先電話你先掛斷 我這次說要送三回 那你等一下 你打我們的080000008166 這支專線 00多少 080000008166 008166 對對對 打這支免付費 幫你炒資料 好 謝謝您 謝謝 那我們第一通 第一通的call in專線 都還沒說送什麼 而且還沒說要送三回 大家踴躍留言 剛才說我們的觀看人 是已經70幾了 那我們就是在加碼送一份 要送的就是我手機的這個 這個電話要先跟他說普香 因為要跟聽眾朋友 跟觀眾朋友說要送三回 還沒說要送三回 大家一直看 要送的就是這款 我們這個 就是去年有得獎的這一關 金牌喔 金牌得獎的 然後還有我們的 玫瑰花瓣果醬 對 就送這兩個 恩其客的那兩關 對 然後加上一個很精美的提袋 這樣一支提袋 是 一支要送給大家 所以說 我們剛才留言 今天大家都不知道要拿三回 就一定會 感謝喔 留言很踴躍啦 現在如果拿到 就知道你買到 你能拿到玫瑰花瓣果醬 還有我們這個去年 得到金牌的任何的這個 柑橘 這是算是 柑橘玫瑰醬 柑橘玫瑰醬 嗯 兩種 讓你拿回去試試看 如果加它 來到玫瑰四度的 官方網站 才給我們訂購 那現場的第二位聽眾 來 喂 你好 喂 你好 你好 怎麼穿好 我姓 葉 是葉的葉 葉小姐 哪裡有葉小姐 歌雄紅山 歌雄紅山 葉小姐 那今天通關密語 梅開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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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那個 娛樂廣播電台收聽的 AMT381143 恭喜你喔 你怎麼吃過玫瑰花瓣醬 啊 玫瑰花瓣的果醬 你怎麼吃過 還沒還沒吃過 還沒吃過 你這台人先試試看 你等一下電話掛斷 你看我們的免付費專線 0800008166 好 免付費專線 去留下你的個人資料 好 謝謝葉小姐 謝謝 謝謝 拜拜 哇 網友留言很熱烈 他說這桑內很熟 果醬 果醬很吸引人 做甜點也很適合 既然果醬很吸引人 就趕快上網去買 就像我們梅開四度的 那個官方網站上面 就可以訂購我們今天 介紹這些產品 那其實今天 還有一些產品沒介紹 對啊 趁最後時間 趕快來講一下 玫瑰 除了可以吃 可以看 還有一個 就是它的保養品 聽說這一罐很厲害 這個梅開四度 使用玫瑰圓 做的這個保養品 這個來跟大家介紹一下這一罐 它其實最特殊的點是 它就是用我們家的 種了玫瑰花去 就是高壓蒸餾萃取之後得到的花水 可是它最特別跟市面上不一樣的是 它沒有添加任何其他添加物 沒有任何添加物 對 所以你噴 然後噴到嘴巴 什麼都是沒有關係 因為我們用食用的花去萃取出來的 所以它基本上噴到嘴巴 噴到眼睛是不會 因為它是用食用玫瑰花去做 而且加上我們農場 是完全不使用農藥的 所以這個做出來的花露 是就算你不小心吃到了 都沒有關係 不會像一些噴到 然後就噴到 嚇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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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味道是刺激的 它不會 所以這個很適合 就是我們隨身帶一罐 隨身帶一罐 對 隨身帶一罐 那另外在旁邊 在我們的施廣場這邊也有一些 這比較不好意思 對 因為其實我們全產品 大概有13樣 只帶這幾樣是因為其他都缺貨 比較不好意思 那其他就是比如說有保濕液 精華液跟眼霜 這一套其實比較特別是 這是我們跟台中區的農業兩場 我們就跟它合作計轉的 因為其實我們不是保養品的 就是專業的嘛 專業是種玫瑰 對 開發玫瑰的產品 對 然後因為我覺得說 如果說只丟給那個化妝品工廠 去做的話 我們會擔心說裡面的成分啊 到底 添加什麼東西 對 我會有疑慮的 因為我本身比較敏感肌膚 那時候就跟台中區改良廠合作的話 他就去幫我們做所有的測試 跟數據分析 這樣對我來講 我比較安心 也就是使用消費者會比較安心 所以我們會對於這個產品 比較嚴謹一點點 這個產品做出來 是我們農場主人本身 自己也在用 所以大家買回去更可以安心 因為有些人做出來的東西 他自己不敢用 對 因為我覺得應該要 就是對你自己的內容物 要能夠去掌握說 裡面到底有什麼東西 這樣子 所以這個是大家可以安心的使用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 那如果說對這些保養品 有興趣的話 那一樣就是可以到我們 沒開四度的官方網站上面去做訂購 那趁最後大概剩兩分鐘的時間 我們都還沒介紹我們的農場 對齁 對 這個也是我們的 這是茶包 好 茶包 那我們來講一下 講一下我們的農場 農場很重要 對 農場很重要 這茶包以後有機會 對 官網可以看得到 對 官網可以看得到 對 官網可以看得到 這最後時間來廣告一下 我們的農場 我們農場是在哪裡 就是跟大家講一下 對 農場在哪裡 農場在南投埔里 對 在南投埔里 在南投埔里 那要怎麼去呢 就是搜尋每一開始 對 就搜尋這個 用Google Map搜尋 對 那一般民眾如果要去 他們要先預約嗎 還是現場直接去 沒有沒有 我們直接預約制了 我所謂建議說 你來之前 你至少三天 你去沒有辦法跟你做介紹 重點是你去沒有辦法 試吃到東西 我們覺得很可惜 就是白跑一趟 所以來之前 還是建議你說 就是電話給我們預約 先預約 然後說大概有幾個人 會到 對 其實我們沒有限制人數 你一個人來 我們也很歡迎 對 所以歡迎大家 來南投的時候 來順便欣賞一下 這個玫瑰花園 是可以吃的 是 現場是花瓣 你去拿一半摘下來就可以 可以吃 可以啊 如果他有興趣的話 我們就是會 就是由張先生 我們園區的吉祥物 張先生 會帶去園區島 然後就是我們家的小朋友 就是會拿一套的 都是產品給你試吃這樣 對 所以想要試吃玫瑰 來到南投 就來到我們梅開四肚 這個玫瑰花農場 來這裡試吃 那今天非常謝謝 我們的張思廣跟郭恩奇 兩個玫瑰花的主人 玫瑰花農場主人來到現場 跟我們推廣這麼多東西 因為時間的關係 在這裡要跟大家說再見 那如果說想要得到那些產品的話 趕快上網去留言 四點之前留言都有下了 拜拜